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11月18日在福建福州接牌成立,将以闽台历史文化研究与交流为重点,探索两岸交流合作的新模式、新机制、新办法。 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位于福州市三方七项塔项内,院落占地1600平方米。 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后,将利用福建丰富的闽台历史文化资源,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挖掘闽台历史文化共性,开展民间信仰、闽台宗教、闽台同名村、宗亲宗慈、传统艺术、社台文物、闽台方志等更、清、逐地文化交流,推进两岸文化往来,引导更多台湾青年传承与认同中华文化。 闽台的文化本来就是一体的,是中华文化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区域文化,因为闽台一家嘛,台湾的文化是全成闽南的文化过去,所以加强这两者之间的研究,这个更能丰富我们民族文化全中的内容。 当天的街牌仪式现场,还进行了两岸家书展、闽台受伤史展、闽台七七技技艺展等配套活动。 家书是亲人间遥际相思、互通音讯的纽带,此次展出的九十七分家书中,展现的汇款信息、家庭开支、邻里纠纷、族人过世等情况是一部普通的家庭生活史,也是两岸同胞联系亲情的重要形式。 受伤史因首次发现于福州受伤村而得名,以实质细腻、色彩斑然、文理天成等特点闻名下耳。 闽台受伤史文化交流频繁,两岸雕刻艺术家以实为媒互学互建。 此次展览展出了福建受伤史协会的展品,及台湾雕刻艺术家刘北商的杰作。 再多办点一些展览跟讲座,两岸之间能够多有互动跟交流,然后台湾那边接触到的文化比较多元化,所以如果两岸之间有多频繁的接触的话,基本上我觉得会促成,应该会碰出很多很好的活化。 揭排仪式上,29名闽台文化界人士获聘为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首批特约研究员。 主办方也希望以此加深两岸文化往来,传承与认同,着力打造两岸智库开放合作平台,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与研究,闽台重要文物交流与展示的重要基地,推进两岸同胞民心相通,心灵契合。 为文化推广,为文化做传承,所以我们后面的使命是必达,因为不忘初心,所以我们要扮演的角色就是把闽南语文化原创,把它打造到最高端,也藉由研究院能够大家共享胜举。